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依为命过上了野外求生的日子 可两人都是年轻人 时间久了关系越来越亲密 直到有一天 导游发现一个受伤昏迷的兔头男 他把这个男人扶上岸 海燕兴奋的飞奔过去 却跟兔头男拥抱在了一起 原来这是他的土豪丈夫卸领婚 不得不说有没有头发不重要 有猫腻才重要 但是在这荒岛上 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的导游已经对海燕有了感情 看着眼前经历的两人 不由的恨一大发 快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当行动不变的谢定昆一蹶一蹶地跳出来 看到远处汽水的两人时 他瞬间响起了大郎 感觉眼前的大海都绿油油的 因为他觉得海燕跟导游肯定发生过什么 随后便开始了他的阴谋 他抛出随身携带的大火机 升起一堆勾火 并嘲笑导游是个吃生食的 虽然导游很生气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在这个雨时隔绝的邦岛上 有火种就意味着能多过几天 一番挑衅并未激发矛论 而谢定昆却变本加厉 趁导游不在时 把木棚拆成了两半 让导游去旁边的小屋子住 这下导游火包三丈 好吗 你不给我睡我就不给你吃 以后想吃啥自己能去 我的篝火你也得用 两个男人杠上 海燕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劝说丈夫这个时候要饮和玫瑰 我们吃的还得靠人家导游呢 可小心眼的谢定昆就是不听 无奈海燕只能站队在丈夫这边 两男一女流落荒荡 因为一个女人关系不断恶化 谁能活着离开呢 几天过去了 谢定昆夫妇费了好大劲 只能在前海区捡几个小海螺冲击 而导游却每天都有新鲜的食物热池 饿了几天的海燕实在躺不住了 又不想让丈夫落下 就背着丈夫填饱了肚子 导游也答应他们包手努力 谢定昆也很生气 一番努力后 也成功抓了两条鱼回来 可这小鱼连牙缝都塞不满 然而他还是发现 海燕吃的导游 小心眼的他一下路火煮烧 冲过去跟导游一论 而他又发现导游竟然也有一堆勾火 这肯定是透露我的火虫 越想越生气 两人打了起来 好在导游顾及海燕的感受 并没有下厮守 谢定昆眼间弄不过人家 顺走导游的鱼算是了事 第二天谢定昆趁导游睡觉时 偷走了他的护目镜 有了这东西很快便捉到了鱼 得意洋洋的提了回来 可奇怪的是 导游并没有生气 还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兴奋地讲述自己的骨鱼史 可海燕却并不怎么高兴 一看就不对劲 在丈夫的逼问下 海燕哼哼唧唧地说出了实情 原来导游发现他偷走雾雾镜 立马气地跳了起来 扛着鱼叉就要去杀了他 海燕拼命地阻拦 在一番撕撤后 终于熄灭了导游的怒火 听到这一切的谢定昆暴跳如雷 说你是个没有原则的女人 究竟海燕就丢给了导游 本想用这招让海燕自我反省下 这下可把导游都坏了 对丈夫失望的海燕 竟然跟导游过上来 谢定昆气地直接离家出走 他决定证明自己 用捡来的塑料瓶和玻璃片 做了一个布务镜 有了这东西他也可以补到鱼了 而此时海燕已经去意已决 对丈夫的亏咎变成了怨恨 不再搭理丈夫 这导游也是 捡了便宜你就悄悄的 竟然当着他的脸 在沙滩翩翩起舞 此时的谢定昆是又气又无奈 虎鱼不如人家 打也打不过 而真正让他转败为生的事 他在一次下海时发现了一艘破船 三人被碰荒岛 这艘船只破了一个口 如果能修好 就是离开荒岛的北依希望 海燕终于像这样子开口道歉了 但谢定昆显然已经死心了 告诉海燕 你跟导游就在岛上好好过日子吧 船修好我自己离开 从此之后他每天处的虎鱼就是修船 海燕跟导游表面上看着不在意 可当他们看到船一天一天修好时 心里还是慌了起来 两人悄悄约定 等船修好 有机会就把船偷走 把那偷偷丢在岛上自生自灭的 很快船已经修好 而且还给船招了横班 这样借助功力就可以离开荒岛了 可就在准备离开的这一天 谢定昆下喊死时 导游发现机会来了 两人赶紧向小船冲去 将物资装在船上开始逃跑 可偏偏这是谢定昆发现的 他拼命地追得上 可还是晚了 两人坐着小船一步游走 而他转身却笑了起来 其实这一切谢定昆早就预料到了 没多久小船果然开始漏水 海燕发现破洞根本就没有修好 转眼间船已经沉了下去 两人只能狼狈地想他们也有趣 此时谢定昆守他鱼叉正责的他们 精疲力尽地导游刚上岸 直接被鱼叉插倒在底 眼看导游要被活活打死 海燕将战虎护倒 随后两人跌跌撞撞地逃进了树林 谢定昆全身武装紧色气候 走投无路的二人躲在树上准备偷袭 可就在这时 伤口的血刚好滴在了他的肚头上 他眨巴着眼睛抬头看去 你偷袭就偷袭呗 把血滴脑门上这算什么意思 随后一记镖枪导游迎升到地 鱼叉穿胸而过 岛上只剩谢定昆复复了 几年后一艘渔船路过 渔民发现了目无的海燕 海燕讲述了他遇难警力 悄悄地跟着渔民走了 当捕鱼的信息 就出来时 渔船已经走远 海燕为了报复 他临走时还带走了火机